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徐凯,酷帅外表背后的无限自律与坚韧意志 徐凯,这个名字如今已在娱乐圈中如同一颗闪耀的星辰,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然而,在他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显为人知的奋斗历程。 每当他以冷酷帅气的形象出现在迎屏上,观众们总是被他的角色所深深吸引, 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切背后是他无数个日夜的坚持和自律。 徐凯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他在追梦道路上默默耕耘的结果。 在电视剧《你比星光美丽》中,徐凯饰演的韩婷是一位霸道总裁, 外表冷酷,内心却充满温情。 这个角色的成功,除了剧本的优质, 更离不开徐凯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全情投入。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自己在接到这个角色时,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责任感。 他不仅要演绎出韩婷的外在形象,还要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 以使角色更加立体、生动。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徐凯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角色分析, 甚至在拍摄的间隙,他仍在思考如何更好的表现角色的情感变化。 在拍摄过程中,徐凯的自律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拍摄任务繁重,他依然坚持每天早起锻炼, 以保持良好的体型和最佳的精神状态。 他深知,只有在身体和心理的最佳状态下, 才能将角色演绎得更加真实、动人。 徐凯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健身心得, 鼓励粉丝们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传递着一种理念, 自律不仅是对自己的要求, 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徐凯的自律不仅体现在身体的管理上, 还体现在他对演技的不懈追求上。 他始终保持着学习的心态, 定期参加演技培训课程, 向前辈们请教, 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平。 在一次公开活动中, 他曾提到, 自己在拍摄过程中, 常常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但他从不退缩, 而是选择迎难而上。 他相信, 只有不断挑战自我, 才能在演艺事业中取得更大的突破。 在追梦的道路上, 徐凯并非一帆风顺。 刚出道时, 由于缺乏经验, 他曾遭遇过不少质疑, 甚至一度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然而, 面对这些压力, 他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 他常常在深夜独自练习台词, 反复揣摩角色的情感, 力求达到完美。 他的坚持和努力, 最终换来了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只要心中有梦想, 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徐凯的成长历程, 不仅仅是一个演员的成长故事, 更是对每一个追梦人的激励。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自律是成功的基石, 而坚持则是实现梦想的动力。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 唯有通过自律和坚持, 才能在风雨中砥砺前行, 迎接属于自己的辉煌。 在徐凯身上, 我们看到了自律与成功之间的紧密联系。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位积极向上的榜样。 他的经历启示着我们, 无论身处何种领域, 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自我管理, 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徐凯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他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付出了无数的汗水与心血。 展望未来, 徐凯将继续秉持这种自律精神, 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 他的故事也将继续激励着 更多的年轻人勇敢追梦, 坚定前行。 正如他所说, 每一次的努力, 都是在为未来铺路。 在追梦的道路上, 我们也要向徐凯学习, 保持自律, 勇敢面对挑战, 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徐凯的经历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把握住这些机会, 通过自律和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都要坚信, 只要心中有梦想, 愿意为之付出, 就一定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时代, 徐凯的故事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他的坚持与努力, 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让我们一起向徐凯学习, 做一个有自律, 有追求的人, 在人生的旅途中, 勇敢追逐自己的星光。 正如徐凯的故事所展现的那样, 在追梦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不是结果, 而是我们如何面对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与挑战。 只有那些坚持不懈, 不断努力的人, 才能最终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 徐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他的每一次突破, 每一次成功, 都是在无数个日夜的坚持和努力中实现的。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自律与坚持, 是通往成功的必有之路。 对于那些正在追梦的人们来说, 徐凯的故事无疑是一记强心针。 他让我们明白, 无论起点如何, 只要坚定信念, 付出努力, 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 让我们向徐凯学习, 保持自律, 不断努力, 在追梦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徐凯一样, 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闪耀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诚意白发造型曝光, 是否预示白发男神新纪元的到来? 网友纷纷惊叹先借颜值。 诚意的白发造型近日引发了网络的热烈讨论, 照片一经曝光便引起了 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诚意以其仙气飘飘的形象 再度登上了颜值巅峰, 不少网友纷纷称赞她是天选之人。 白发造型对于很多演员来说是一种挑战, 但诚意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 成功驾驭了这一形象, 成为了古装美男的新标杆。 在曝光的剧照中, 诚意身穿素衣, 银发飘逸, 宛如从古画中走出的折仙, 仙气十足。 这种不凡的气质和出众的颜值让网友们惊叹不已, 纷纷表示, 这不是凡人能驾驭的白发造型, 成义的颜值真的是天选之人。 有人甚至将成义的照片与古代名画结合, 调侃道, 这就是古代画师笔下所缺的那一抹风华。 成义的仙气之强, 连古代画师都为之惊艳, 这番话虽然带有玩笑意味, 却也侧面反映了成义在古装造型中的出色表现。 成义不仅拥有出众的外貌, 其演技同样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从《琉璃》中的深情角色与私奉, 到《沉香如蟹》中的应渊帝君, 成义总能将每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深入人心。 这次白发造型的挑战, 对成义来说似乎轻而易举。 网络上有网友笑称, 成义这是要把古装美男的美种发色都尝试一遍吗? 下一步是不是该挑战七彩发色了? 粉丝们也不禁回忆起 《琉璃》中成义饰演的白发悬叶, 那深邃的眼神和强大的气场, 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 随着白发剧照的曝光, 网友们的热情也随之高涨, 不少人都在评论区留言, 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成义的更多剧照, 尤其是高清的正面照。 有人甚至提出大胆的想法, 如果赴山海能边拍边播, 我的追剧热情一定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还有创意十足的粉丝建议, 和不搞个直播, 让大家看看成义在片场的真实样貌, 顺便揭秘一下那白发造型的保养秘诀。 这些留言充分体现了大家对成义的喜爱和关注, 期待着他能带来更多惊喜。 不得不承认, 成义的白发造型确实展现出了自我的全新突破。 从李晨舟的沉稳内敛到应渊的清冷孤傲, 再到悬夜的霸气外露, 成义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这些角色的不同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也让他在粉丝和观众心目中的地位更加巩固。 有网友调侃道, 成义唯一能超越的, 恐怕只有他自己了。 虽然这句话略显夸张, 但却真实反映了成义在古装造型上的卓越表现和大家对他的高度期待。 成义的白发造型到底有多受欢迎呢? 让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价。 有人认为, 成义的白发造型展现了他颜值的巅峰, 一眼就能让人沉醉其中, 而也有不少人支持他之前的黑发造型, 认为那更有个性, 更具辨识度。 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各书己见, 争论不休。 一些网友表示, 白发的成义像是仙界里的遗珠, 黑发的则是人间的烟火, 两者各有千秋, 真的很难抉择。 还有人坚定地投票支持白发造型, 绝对要支持白发的李晨周, 那种气质和颜值简直是无可匹敌。 当然, 支持黑发的粉丝也毫不示弱, 永远钟情于黑发的成义, 那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是难以被超越的。 在这场关于成义白发和黑发造型的讨论中, 大家的意见分歧很大, 但可以确定的是, 无论成义以哪种形象出现在荧幕上, 他都能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 赢得观众的喜爱。 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成义在角色塑造和造型挑战上, 都展现出了极强的可塑性和多样性。 这种突破自我, 不断进步的精神, 也让他在娱乐圈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无论你是倾心于成义的白发造型, 还是钟情于他的黑发形象, 成义的每次亮相都会带给观众全新的惊喜和震撼。 正因为如此, 成义的粉丝和观众们才会如此热切地期待他的每一部作品, 期待他能够不断突破自我, 展现更多精彩的角色。 现在, 成义的白发造型已经成为了网络热议的焦点, 那么, 你更倾向于哪种造型呢? 或者说, 成义的哪个角色最让你难以忘怀呢? 大家的讨论仍在继续, 而成义的全新造型也为他的演绎事业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 成义以其出色的实力和独特的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他在未来的作品中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成义在赴山海中的精彩表现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感谢您观看,